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我们是白色之声 我是白边 以下是柯文哲 8月12日 至8月16日的 一周诗集 本周一 柯文哲出席 台北与我好好慢老 掌握自己幸福步调 政策说明记者会 政策是逐步的 而柯文哲出席 而质感是累积的 过去的敬老卡 就是普通的游游卡 也只能在公车上使用 然而 随着北市府 逐渐的进化修正 现在 不但主视觉 转变成秋天的枫叶红 更精致之外 还能提供 公车 捷运 U-bike Molad 甚至双乘巴士 以及最近开放 计程车使用 制定这项 政策的目的 就是希望老人 能够多活 多动 动得越久 活得越久 福利享受的 就越多 一举三得 价值 绝对超过一千五 此外 明年一月开始 65岁以上 健保补助 要重新恢复 因为 精打细算的柯市长 过去四年 剩了540亿 把很多地方的钱 挪用出来 因此 确定了这一项政策 在未来也不会 再留子孙 本周二 柯文哲 及台北市政府 产业发展局 在首都举办 台北愿景论坛 邀请 荷兰 英国 德国的代表 以及企业相关人士 就循环经济 绿色环保的议题 一起 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中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柯市长 产业局长 也分享台北市的经验 同时 也吸收德国 英国的经验 柯市长常说 走得快 要一个人走 而 要走得远 就要大家一起走 这一次 让我们与世界同行 让台北市 与其他国家的都市企业 NGO 共同努力 我们不会说 放眼世界 征服宇宙的口号 但 让我们开始吧 从最微小的事物开始 改变世界 改变台湾 本周三 柯文哲主持 内湖区市长与里长 市政座谈会 对于里长在会中反映 新扑道路品质不佳 人手恐慨下线问题 并未改善一事 柯文哲要求新公处 对于路面施工 施工后清扫 要有整套计划 这些问题 会带回去列馆 要求确实执行 并改善 柯文哲表示 道路品质不佳的反映案件 在内湖区 被批评的件数最多 弄掉再修 是小事 但是一直修 连马路都修不好 市民就会不满 SOP的建立 是品质的重要指标 路品质案 从来不是 薄油一层就解决 而是从地下管线的清查 统整 施工时的品质 一直到施工后的清扫维护 缺一不可 而好的SOP 这是透过每一次的定期检讨 用雕琢的方式 慢慢形成 时间 见证成效 而成效 改变生活 好的生活 宜居 就是柯文哲的台北愿景 本周四 成会 文化局邀请法国 澳洲 纽西兰 捷克 西班牙 欧盟办事处 就台湾的商业环境 邀请 并倾听各国的建议 我们的价值 不仅止于市民眼中的台北 也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台北 更是全世界的台北 也因此 我们被欧洲 澳洲列国 称为世界上最好客的市政府 2019年第一季 桥外投资金额 外商公司新社加速 占全国比重 皆超过六成 委居全国之冠 但是 台北资源本来就比较多 因此 我们每年都得超越自己 创造自己的极限 我们不跟别人比 只跟自己比 超越昨日的自己 才能证明我们的价值 而我们会努力 让世界继续 看见台湾 本周五 柯文哲出席 2019台北TOP时装设计大赏 决赛动态秀 几班奖典礼 柯文哲 今日不但穿着潮流 更重要的 他打造了台北的潮流 台北 有70%全台湾最优秀的设计师 透过花博的台北时尚新创中心 蒙甲西元29服饰创作基地 台北服饰快速设计打样中心 永乐市场 T-fashion时尚实验基地等 产业聚落的集合 累积整个台湾的设计能量 这就是柯文哲一手打造台北潮流的证据 台北 作为一个新旧融合的城市 我们在传统中 看见潮流 在现代中 看见文化 而共荣的价值 成就潮流 也让我们 把台北的文化 推向国际 台湾 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故事 而台北 也是一个 真正光荣的城市 以上是柯文哲8月12日 至8月16日的一周时机 我是白鞭 我们下周再会 本节目由白色之声 及Renny Lim频道 共同制作 喜欢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